3月8日,相遇全球的那一品牌Victoria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上海旗舰店终于正式开幕 维米天使超模亚历山大、安布罗修、约瑟芬、斯克瑞瓦、何岁、西梦瑶、惊喜健身旗舰店的剪裁仪式 现场四位超模大秀纤细长腿,造型凹不停,凸显好身材 不仅回答了很多有志的问题,还逛店挑选了他们最爱的单品 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对于维米品牌的印象都是来自于维米时尚大秀中 惊艳全球的性感超模天使 在历年T台秀场中灯塔的模特都拥有傲人的身材和健康的体态 现场两位远渡船的维米天使也分享了他们的生活日常 结束,当我开心的时间不会很久,我认为我会太难 所以刚才才能做好,我只是做好一样,我只是想做好 我只是想做好了,如果你想做好,你确定能是这样 你是想做好一个最好的有一种 你可以做好,自己的表現 我一直得到好,因为我很开心 因为我只是想做好事情,好,我开始做好 其实,本来想做好,我们身体温了 你必须健康,你必须健康,你必须健康, 因为我必须健康, 但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你必须保持平衡, 你必须保持平衡。 你必须在中国, 你没有吃过这些食物, 你必须要做什么, 然后你能去健康, 你能吃到最后到家, 我认为是平衡,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首先,有一个分享, 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先去健身, 真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也不容易, 但是做完之后, 就是发自内心的爽啊, 觉得自己真的是完成了每天他要做的这件事, 而且习惯了就会很自然。 另外呢, 他是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平衡, 所以比如在中国没吃过的, 美食一定要尝, 简单回去再说, 就是还是要享受现在, 而且要保持这个平衡。 然而,除了西方超模仰眼外, 我们的两位东方超模的现身, 也是引起不小的轰动。 何岁和西梦瑶作为分别连续多次登上, 维密舞台的中国超模。 在这场之前, 综艺节目的出色表现, 人气自然居高不下。 也许, 维密的秀场对于超模们来说, 就像是奥运会治愈一个运动员的意义。 即使是再有经验的运动员, 到了奥运赛场也难免紧张。 所以即使身经百战, 两位超模回忆起第一次, 得知自己可以走上维密的舞台, 透露当时都激动不已。 我第一次听到, 接到这个通知说, 呃, 维密, 呃, 通过面试, 可以让我去fitting的时候, 其实我是, 真的是好害怕, 不敢跟任何人说, 你好害怕, 这个消息就取消掉了。 对, 一直都是我保持这个秘密, 一直到我fitting完, 试装完, 然后直到去彩排完第二天, 就是要上秀了, 我基本上才把这个事情跟我的家人去说, 对, 因为你, 你特, 因为在此之前就是, 真的完全不敢去想自己会登上那个舞台。 我当时心想说, 天呐, 真的是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就是, 真的是晚上高兴到睡不着觉, 然后跟, 就是身边, 就是这样心里默默的开心, 然后睡觉都很开心, 但是同时又很紧张, 因为当时压力很大, 心想说, 怎么办, 大家身材又怎么讨论, 是不是要加倍的去努力, 然后直到秀的那一天, 然后就一直非常的心疼心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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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